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魚Yet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我想問Pinchy,你兩年前播完的時候 我記得你說過很難再拍第二輯 即是這些叫做《仔仔一堂》 或者是《同志配對真人show》 為什麼突然間你又決定拍? 其實拍完第一輯,已經根皮力竭了 因為一個這樣的節目這麼敏感 以及不容易去整理 無論是幕前的人選,幕後的製作 創作的創作,剪接 再加上出不出街,出街的宣傳 所有事情都比普通的電視節目難很多 那時候做完之後就覺得 其實不可能會再做多一次 我記得你說過 我自己也是這樣想 哪裡可以找到這麼多有這麼優秀的男生出來呢 而且其實香港的市場真的太小了 不只是人選 而是我們做了一個廣東話的節目 其實是沒有什麼市場的 是賺不到錢的 但當日是電視台出錢 我是包拍 我覺得有人給我足夠的錢去實現我的夢想 那我當然做了 做完之後 未必有第二次的 所以我其實沒有想 而且剛好第一輯其實是非常受歡迎的 那些兒子各自都有粉絲 甚至乎有很多我們的粉絲見面會 Fan Club 又出了寫真 所以我們又運動了一年多 因為繼續還有很多後續 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們去了台灣 去馬來西亞 去澳門 去不同的地方做宣傳 又跟粉絲見面 回到內地 有些旅行團跟他們一起玩 那我們的粉絲是任何人都有的 可能初初大家以為 那是不是適合合合作者 其實不是有很多女性的粉絲 很多結婚的 一家大小都有 每次帶著的小朋友來的 我記得在澳門有一陣子夫婦 每次帶著的小朋友來 我覺得反正還可以做 就繼續做下去 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聽到很多粉絲都不停說 其實真的不夠厚 一差 很想我們再多拍一些東西 其實我的YouTube頻道 已經不停跟第一季的兒子 很多聊天 訪問很多影片 但他們過得不夠厚 到其實真的差不多 都過了一年多 去年年尾 所有事情都開始 你知道任何節目多厲害 都會慢慢慢慢又會冷卻 靜下來的時候 我想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多緝呢 但如果做多緝的話 怎麼做呢 很多這樣的想法 我首先問一下我身邊 我覺得一些又是挺好的質素 但上一次可能推了我 或者上一次我未認識的 問一下有沒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要有一些人選 就是坐底 我起碼手上有幾個人選 我才可以開的 其實找了很久 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 慢慢問一下 聊一下 因為我有沒有一個急切的計劃 後來發覺有幾個很好的遊行 他們又看了第一輯 其實最重要是他們看過制製一堂 他們覺得原來是很正面的 他們都很想站出來 還有第一輯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很小心翼翼 未必講得太多 其實還有事情未講完 想一想就 可能可以開了 然後就開始去找贊助 都談不同的平台 但是你這次要自知 因為最後就是談完之後 我發覺我自己出錢 是一個最快捷了檔的方法 是不是很難找贊助 因為是今年年初 二、四年的年初 現在也算是好一點 最近那些 你見過早排假期 又多了很多遊客 是樓市股市那些 但是年初是很差的 很低迷的 大家只是哭著嘴 我找那些兒子的時候 還有找幕後埋班的時候 確實是3月、4月拍的 因為這兩個月是 是在農曆新年 又在暑假之前 又在復活節之前 是最好的 就是一個低迷季 無論我們 因為我想有個外景 我想飛去別處 我想去巴黎 無論拍什麼都好 其實那個資源應該是便宜一點的 變成如果我脫了一個期 我找了贊助 又可能不夠了 所以後來 是一、二月的時候 你知道過年前後 沒有人去理 我就覺得 不如我自己拿著出來去拍 其實拍的時候 我還未知道是ViuTV播放的 但有文說 就是要給400萬 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當年Vinci其實也有些緋聞過 跟一些女藝人 包括郭小雲 哦是是 很多鍾麗奇 湯瑩瑩 沒有啊 因為說真的 是不是跟一些 不是夾的 不是夾的 其實是 那時候太多狗仔隊了 現在沒有了狗仔隊 那時候其實 說真的 你無緣無故 兩人都叫 有人認識一下 我們也不是叫好熊 有人認識一下 走出街被人拍照 他們也要寫一些東西 要不然哪有這麼多東西出 每天都有雜誌 一個禮拜成十本雜誌 哪有這麼多標題 但是你的朋友 藝人朋友 知不知你 熟悉的那些知道 其實我朋友很多知道 同學 即是你跟朋友出櫃了 先住 是 因為其實 家人 很老實 當你剛 例如我回來工作的時候 其實跟他們 反而溝通 是少了 因為你當然 例如拍攝 或者工作 從早到晚 你見到那些人 就算玩也會和他們一起玩 那你回來 睡覺 或者在週末一起吃飯 那你就不會說 一些很工作上的事情 那你就 又不是說 裝乖乖仔 而是當沒有事發生 那你就做回你以前 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 那 但是我想 朋友 因為你太熟了 很多時候 你很多事情會分享 其實我覺得 大家也不會介意 那更好 例如我和之前的女藝術家 大家很友善 那我說明 他們不會 我對他們有什麼企圖 那大家都是玩而已 就是出來吃飯 看電影 到2013年 你決定在一個電台節目 公開出櫃 其實我真的不太記得 那次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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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不太記得了 不過那時候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我對自己的信心又大了 因為以前 你也離開了 還未 聽先 我離開了 我2007年離開了 是不是幕前人也是一個包袱 一定是 因為你很想做的時候 你很怕任何事情 有任何負面的聯想 會影響你的工作發展 所以 譬如我1994年加入TVB 一直到2007年 那十幾年 我真的很循規道舉 譬如你上班都不敢搏 你不敢挑戰任何人 因為你很想有更多機會 你不想在別人面前覺得你是態度差 而且那時候已經經常傳我 什麼有錢仔 少爺仔 你更加不可以讓人覺得你是不自在 去到電台節目了 去到電台節目 已經過了很久了 那時候開始被人拍得多 是真的拍我去的機場 和一些不是幕前的 不過可能是一班猛男 其實拍一拍一拍 其實我應該是很自然 讓狗仔隊出現了 因為他們拍得多 經常都說 黃研之 什麼疑似 什麼什麼 那時候你會不會很害怕 還是怎樣 我又不算很害怕 因為我第一 我那時候又半轉型 有少少在做生意 還有又離開了TVB 我家人也知道 我早就跟他們出現了 所以其實我沒有什麼包袱 那便可以跟他們說 說著說著 其實那些人 就已經當成了 所以我想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那個電台節目 我就很開放 再多說一些 應該是這樣 還有那時候都在拍拖 我零教練開始拍拖 我覺得都是一個真的事情 不如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公開還公開 那就是跟父母 跟父母 還跟母嬤 到你真實帶你現在的伴侶 Kelvin 回家 介紹給你媽媽認識的時候 或者爸爸認識的時候 他們當時的反應是怎樣 我其實真的不太記得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甚麼時候 真的不太記得 因為 應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因為Kelvin他不是香港人 他是澳門人 他在美國大 其實他認識我沒多久 他就搬來香港 一般來香港 其實香港沒有人沒有物 他就在我那裡住了 所以他一來 其實就已經和我同居 一拍拖就同居了 所以我想很快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 我自己搬了出來 但是在對面的街 我就每天都回家吃飯 因為不用自己煮 那邊有飯開 我只會拿衣服去洗衣服 所以我想很快就已經介紹了 融入了 大家要記得 那時候我年紀都不小 我認識Kelvin以前我三十八九 其實我覺得他們應該全部接受 已經是可能覺得 我兩個妹妹又嫁了 又有小朋友 我都希望我找回一個 我想他們從來沒有不高興 問都沒有問過 這是甚麼關係 沒有 你覺得你父母從來沒有給過壓力 令到你很舒服 其實我剛才說 有壓力是很少的 可能以前他們未知的時候 可能一句半句 會不會認識女生之類的 但都沒有說要迫我做任何事情 包括我事業上 或者我的感情上 其實他們都沒有任何壓力 所以 反過來我現在想 其實是要多得他們這麼包容 和明白 才令我會有現在這麼多的路走出來 包括如果不是他們的支持 其實不會有這兩個相約 Vinci Kelvin 你說過了 是你的初戀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幸運 你沒有經歷過任何波折 就找到你的真愛 但在未認識他之前 我覺得我很不幸 我會覺得 去到這個年紀 我想我這一輩子都孤獨中路 所以我以前是 我以前每次聽到葡萄成熟史的首歌 我真的會哭 每次都會哭 因為他的歌詞就是 有些人比你快 但你就要繼續等 等等 那時候也不知道能不能等 而且很難 越大年紀越難 因為我又不是一個沒有人認識的人 走出來 但我又有要求 但對方對我 我又不知道會不會有時候企圖 有時候想事情很複雜 令自己很辛苦 譬如你94年入TVB的時候 都會有不少帥哥在你身邊出現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是啊 電視台是很多 所以電視台其實是有 你有沒有幻想過這些 有有有 是很吸引 很多帥哥都這麼彪青 高又有 漂亮又有 身材有很多 但其實 你不知道他是還是不是 所以其實那時候自己是 很傻 或者我不懂 我很遲才出現 我不懂得 怎樣去跟自己圈子的人接觸 我往往 我喜歡的人 或者我有興趣 他也是值的 以前 我喜歡一些聰明的人 譬如讀書的時候 做事的時候 他很聰明 我覺得他有一種吸引 你吸引我 但我發覺 原來是值的 但我跟他做朋友 我覺得很開心 又好像拍拖 所以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為何我現在 想做一些 譬如約會表演 去告訴大家 其實透過這個節目 可能都會令大家 不用走那麼多冤枉路 很多新一輩 你2009年就認識到另一本 Kelton 會不會都是 促使你 2013年 算了 或在訪問中認了算 都是的 我不想別人猜 我身邊那本是誰 因為其實都拍得很多 那幾年認識他 也很多人拍得很多 拍到大家都 猜到他是 再加上那個 在自己人的節目 其實他們又說得這麼白 我覺得我無謂說謊 其實我認同不認 其實分別都不大 因為其實已經差不多半公開 但又很奇怪 以前你一路不認 或者一路知不已對的時候 其實支筆是寫得差的 整天都會說 你疑似什麼什麼 搞機什麼 就是會用很差的字眼 但你認 他們又覺得你很勇敢 你走出了一步 你會覺得很欣賞 以前想多了 可能世界 即是時代又轉變了 又過了好幾年 又十年八年 但我是沒有計劃過的 沒有想過我 我是這樣公開 這樣結婚 反而是有這麼正確的回響 其實後來到我們結婚 其實也是 原來大家很支持我 走出街陌生人都走過來 恭喜你 然後我去餐廳 不認識的 他剛回來香港幾天 他又做過蛋糕 又寫什麼 恭喜 那 有我不認識他 他肯做這一步 他都很支持和接受 否則他不用特意 他可以不送的 蛋糕 是不是 也在這邊 你也要還有會 你還是要不要 酒 我感覺他 也知道 你不是很好 誰 可能 是 發射 我 叫他 迪 有